大家好,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好难得啊 那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呢 就接着上个星期月季怎么扦插的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讲 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月季在扦插之后 应该怎么进行假值才能够提高它们的成果率 首先大家先看一下我这边的这个月季 上次跟大家说过的是扦插了八颗小苗 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呢 我把这四颗小苗的话给它们都进行了假值 就一个星期的时间已经长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应该是美女雷妮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幻子吧 像这个虽然它长得比较慢一点 但是肯定是活了的啊 可以看到这个牙是红嘟嘟的 这个也活了 这四颗呢我还没有进行假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质料不一样啊 这个就是我的月季配图 但这个呢 就基本上都还是泥炭土加上赤鱼土 都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根系 给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它们就是假值晚了一个星期 所以更新呢比上一批要长得更好一些 好的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去给它们进行假值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是我的月季土 我自己配好以后呢就把它们放在这里反正风吹日晒雨林也都不管 那首先就是拿比这个大一点点的这个花盆 像这种大小刚好差不多啊 比一家伦又要小一些的 然后再在底部呢先放上一些土 这么多估计差不多了啊 然后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好啊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扦插月季呢就是撞到这个花盆当中 但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尽可能这里面所有的质料都保留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等一下假值好之后我会告诉大家原因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操作 先从这倒出来小心一点啊 一只手不好操作 我先是一只手单手操作 你可以看到这个根还是跟这里面的配土呢是融合在一起的 不要打碎它啊 就让它全部留着 然后这里不是倒出来还有一部分质料吗 放进去 好 然后再把这个种上去 指着种就行了 还是小苗啊 不讲究斜着种 让它先长根吧 单手操作不太好操作 然后我种好再给大家看吧 现在种好以后就浇透水 直接清水浇透不要加任何的肥料 直到把它浇透透的位置 好的 这四颗扦插小苗现在都已经甲值完成了 水也都已经浇透了 那接下来呢 跟大家说一下在甲值当中要注意哪几个环节才是甲值成功的关键 第一点就是机制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扦插是用这个机制的话 那你甲值的机制最好是跟它差不多的 不要差距过大 比如说有些话有说 我的月季扦插都是先水培的 也有的话有会说我是用质式来扦插的 那我的机制也跟大家说过 我是用吃玉土和泥碳土混合作为它机制的 相对来说呢 我个人感觉我这种机制的话甲值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因为月季的根系如果你是水培的话 那它其实适应性是非常差的 你换成固体的机制的话 就很容易造成它原来生长环境 跟后来生长环境有很大的不同 然后你给它换到了一个充满细菌生长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又是固体的这个物质来作为它甲值的机制的话 它就极有可能会因为不适应新的这个环境 然后造成甲值失败黑感而死 那用智石扦插的话 也有很多话有说了 自己有很高的成功率 智石扦插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水嘛 智石确实保水性很好 但是甲值的时候个人会觉得有一点麻烦 因为智石的保水性过于好了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它会粉化 也就会造成这一部分机制呢 到时候就是不透气 所以我记得去年好像跟大家出过一期视频说过 凡是智石到我这边的我都是要洗根的 所以如果是智石扦插的话 像我这边啊这种多余的环境的话 肯定也是要洗根的 刚才其实我也跟大家说了 甲值的时候尽可能带土去进行甲值 像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在这个甲值的月季土里面 其实中间这一层都是它原来的机制 赤玉土加上泥碳土 本身就是非常疏松透气的 很利于根系生长的 所以它长根是非常容易的 但如果是纯智石扦插或者其他机制 不适合带到这个新的甲值的花坑当中 去的这种机制的话 所以这里面就给它增加了不少人为的麻烦了 而这一点呢恰恰是甲值成功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尽可能让它不要脱离 原来的这个生长环境 它就能够很快的生根 像我的这几颗 甲值到新环境当中 才一个星期就已经长成这样了 所以基本上就没耽误它生根 这一个星期都在长根 第三个呢 甲值好以后呢 第一天不建议大家给它晒直射光 特别是夏天 像现在这个季节猛烈的这个太阳 最好第一天不要给它晒 因为多多少少根系会有一点点的受损 所以这一天的话 还是放到散射光 然后通风良好的地方 让它去适应 然后第二天半日照 第三天全日照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我这四刻就是这样做的 第四点呢 就是你浇水就浇清水 千万不要放肥 一点肥料都不要浇啊 那么可不可以用缓氏肥呢 也可以的 因为我的原来配土当中就有缓氏肥 缓氏肥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那做到以上几点 是不是就完全可以了呢 还没有好啊 如果为了稳妥起见 现在气温那么高 也是细菌很容易滋生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稳妥起见 我们还要做最后一件事情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配比好的杀菌剂的溶液 也是氏膏 1比1500 之前有话有问我说 氏膏是什么 氏膏就是一种杀菌剂啊 那用多菌磷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杀菌剂都可以啊 然后 就这边水已经浇透了 对吧 现在1比1500的氏膏溶液 再浇下去 再浇一次透就可以了 OK了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我的价值的一些经验 很多花友都在担心 甲值的问题 现在我这里 我真的从来没有担心过 甲值的问题 基本上 甲值的成功率都是100% 只要你牵插生根的话 甲值都可以成功 我就是照着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那大家不妨也试试看吧 好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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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